好 各位美女朋友 各位關心藻礁城王的好朋友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第97次的記者會 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期間 我們還是不得不為了藻礁來這個地方開記者會 因為這一次中游的工作團 他們在海象不佳的狀況之下 他們的工作團竟然斷染擱淺 那我們有志工從他開始擱淺 從斷染到擱淺一直到最後我們發現到 開潮之後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的藻礁受到了非常嚴重的破壞 那麼大家都知道現在的藻礁裡頭 其實有一級保育類的動物 柴山多根桶山谷 那這些的保育問題還有在整個開發 在這裡做天然氣接收站是不是適合的問題 很明顯的開始出現出來了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呢 陳教華陳立偉跟我們一起來主辦這場記者會 我們也謝謝許多的聲援團體 包括我們台灣環保聯盟 包括滿野金屬生態保育協會 那我們也謝謝呢 我們的工部門的幾個單位 包括中油開發公司 包括海報鼠 包括我們農委會這些保育單位呢 也都到場來關心 好 那我簡單的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擱淺的過程呢 等一下陳昭倫老師會跟大家報告 我要特別強調就是 蔡英文總統在2018年的4月15號 其實和我們民團見面的時候 他就有表示 如果會對藻礁造成傷害 那這個開發案也不是我們的選項 他同時還說 他會考慮辦理金證會 但是2018年我們看到呢 環評是被強勢的 像強暴式的通過了 那之後的所有的工程的程序 也就陸續的 幾乎是完全沒有阻礙的通過 就繼續進行 可是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這個地方真的不適合建接收站 因為中油公司 他們自己的董事長 過去就曾經表達 這個地方並不適合做天然氣接收站 這個是很早的資料 2004年 當時他們的董事長 就有提到 觀塘海象不佳 潮叉過大 天然氣接收日數不足 如果天然氣接收日數是不足的話 你怎麼能保證我們的能源轉型 未來會安全呢 現在一動工就出事 那未來還要出多少事 未來是不是還有可能會出人命 整個開發期間和將來的運轉期間 我們都懷疑它有非常困難潤轉的地方 可是呢一路來就是說這裡是唯一方案 但是我們發現有許多的資料顯示 這些都是可以被調節的 所以相關細節我在最後呢 會再跟大家報告 先跟大家簡單的報告 這個地方真的不是一個 適合做天然氣接收站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有幾個訴求 第一個 針對這一次擱淺造成導礁的傷害 也可能包括一級財產都被恐珊瑚的破壞 我們要求中油全面停工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馬上啟動調查 這個調查也要包括我們民間團體的參與 把實際的傷害的部分詳細的表列 接著我們也要求 就藉這一次的機會 請馬上召開兵政會 適合在這裡做天然氣接收站嗎 如果不適合 如果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法 應該要趕快去替代 包括異地建站 這個是我們的幾個訴求 好 那這個是我今天先為大家報告這一點 下面我請陳昭倫博士 來跟大家報告整個擱淺的過程和傷害的狀況 各位媒體 大家好 我在開始報告之前 我還是一樣要做降民的聲明 我今天來是代表個人參與這個調查 並不代表我的單位 我先說明一下 那我是請各位的休假來參加 好 那各位媒體不用緊張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被我QRCO 我今天怎麼講說影片跟照片的部分都會在上面 然後 先給各位看一下一段影片 所有的內容都在我們的電子檔裡面 那電子檔可以在我們的新聞稿背面 右下方有一個QRCO 找進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所有的聲音 沒有聲音 這是我們4月1號到 藻礁工作船擱淺的現場 好 沒關係 我影片 總給大家 上去抓下來就好 我現在直接先報告這樣比較快一點 好 這個是3月23號 我們的夥伴從海上看到中央目前事故的狀況 中央目前事故的狀況 實際上他們已經在做站橋的部分 所以 照片的後面你看到主標出來站橋的位置 然後在前面有一個工作平台跟工作船 3月23號傳回來的影片 這個工作船跟工作船是在一起的 他們兩個實際上是在正常的狀況下 所以大家把那鄉的位置稍微記住一下 那隔3月28號的時候 其實海象已經變得非常差 大家可以看這一張 這是我們的夥伴 他們在經過該海域的時候 所發現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工作平台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因為海浪 那天東北季風 這邊其實是水西北風 所以整個潮水的位置是往岸上去推的 大家可以看到風機那個方向 大家仔細看那是工作平台的位置 OK 對 工作平台附近已經沒有所謂的工作船 工作船在附近了 那有幾個可能那個音樂風向開 他可以死離了 或是被脫離了 另外的部分就是他 他可能有所謂的這個 擱緊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請那個 當地的夥伴 在附近的海域進行那個 比較大面積的搜尋 到底這工作平台到什麼地方去 那後來大家有看到 因為這在床上爬的時候 那個非常非常的晃 代表說那幾天 其實從大概3月23號那個時候的這個 後續的時候已經很明顯 大家有看到 光起來這個地方 工作局排的位置已經跑到 接近那跟遠方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防火體的位置 那所以 我們4月1號的時候 跟潘老師 我們就到現場去看看 所以 我們從 遠方這裡看得到 工作平台他已經非常在靠 靠岸邊 他跟那個 工作船 跟工作平台的位置已經 差距非常遠了 不是像 3月23號那個 那個夥伴回復的 事實上是在外面的位置 所以看到他很明顯的都已經坐在 幾乎在沙灘上面 這是我們試驗一下 可是那一天的潮水 因為不太 不太好 可是我們從影片裡看得出來 他已經非常靠岸了 他已經基本上呢 套於基於現在這個 這個 靜香長長角已經安坐 安坐在那個沙灘上面去 坐得好好的 會不會坐在那個地方 再看到 他後面那個就是 中油現在目前在進行工程的 這個儲優草以及這個 那個 鑽橋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發現他其實有一條 那個 大家仔細看喔 工作平台 他那天這個試驗一下的時候 在那個空中有一條線 他不知道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裡面看得很清楚 他直接拉到到床上面去的 有斜斜一條線 那個就是他們定錨的位置 那我用目測喔 因為那些潮水沒有辦法下去 他那定錨的位置大概在水深 大概-200到-160的這個水深的位置 也就是他有個很大顆的錨 基本上是卡在澡礁上面 直接往澡礁上面去打 然後 4月以後 昨天下午呢 我就趁了潮水核四的時間 那潮礦是-157米的位置 再進去看 這個是外海的這個 那個工作平台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們往 所以澡礁已經開始在露出來了 那黑色紅色的是正常澡礁應該的位置 所以大家有看到有一塊有沒有 有一塊凸凸的 然後那個土黃色的位置 那邊是第一塊 那我就 我基本上判斷他這是第一個撞擊點 然後一直靠近安的位置 露出來澡礁這邊 開始有另外第二塊撞擊的位置 所以這目前澡礁已經退出來的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有看到工作廠上面目前還有一些員工 大概就是在做一些本身就整治的工作 所以是目前這個 這個都在下午的狀況 那 我跟各位講齁 我用什麼東西來判斷 因為第一個 我們現在 潮水的關係還沒有完全 能夠到下面去做探看 可是從4月份齁 4月份現在是那個 可動桑桑桑桑在發育的末期 所以大家有看到 正常有紅色桑桑的這個位置 應該是像上面 那個左上角那一塊 它是暗紅色的 那下面有一張是我們 2月那個 兩年前在做計畫的時候去拍的 正常的澡礁炎症應該是那個樣子 可是你看我們在-200跟-180 那個很明顯的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區塊 基本上是不是沉澱紅色的位置 它旁邊呢 基本上就已經是健康的澡礁 那到-200的時候又很明顯的 看到有一個很大區塊的這個 凸凸位置 右下角那一張大家可以看到 在遠方的時候有兩條很長很長的長溝 有沒有 它是過去 過去曾經有機械破壞的痕跡 就算有機械破壞的痕跡 它應該也是覆蓋的 可動桑桑在上面去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應該是機械液的破壞所造成的位置 那我們為什麼去做判斷呢 因為我們過去做了很多擱淺的這個 這個 這個船隻的這個海蝦調查 我用2009年在墾丁的 可倫波這個王毆浩的這個 例子跟各位講 因為 藻礁比較水濃濁 那無法做現場探開 我們從這張的影片看得出來 只要這個是在可倫波擱淺之後的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下去去調查 然後看到中間有一排 完全凸的 長得很多綠藻的位置 這個就是撞擊點 這個就是所謂的在 船在擱淺過當中 因為它被讓打上來以後 它一路這樣子 就這樣掃地一樣 就掃過了那個整個機械 所以上面沒有任何東西會留下 OK 然後我們就 鏡頭是往船的底部去帶 OK 所以我一定要這個東西判斷 今天我們再會看到 那兩塊突出來的地方 應該就是跟蹤長在整個 失去動力的以後 飄移進來到這個 激藍區所留下來的這個瓜子的位置 那我大概位置差點 大概跟大輝大輝再講一下 左邊那張圖 就是我們空派的結果 給大家看到目前 那個工作站安座的位置 是在跟東頂時代的那個臨時碼 碼頭的相對的位置 跟公共平台站腳的相對位置 右邊那張組是我們2018年 在進行靈魂局委託的計畫裡面 所訂出來的黃色的部分 跟藍色的部分都是 那個一級保育鏈三五 財產多部分的三五 相對的位置 那公共平台在那個地方 公共平台在後面那個地方 我紅色框起來的位置 是我依照現在的風向跟潮水位置 這個位置 判斷這個工作站 可能經過路徑的警戒範圍 OK 那如果依照我們瓜石的那個位置 就是黃色框的位置的話 很有可能在當地的這些 財產多被我們三五 有可能會受到一些破壞的狀況 可是因為潮水還不對 我們還沒有辦法進入調查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禮拜 在大潮的時候能夠進到裡面去 那因為中央公司他們當年也有做GPS定位 那我很希望這個 不管是開發單位 或是我們 能夠讓我們學術單位 繼續把這個船相關的 迫屬的這個整個軌跡 把它定位出來 OK 所以幾件事情呢 我要呼籲一下 第一個 我們根據現在調查的結果 工作站擱淺已經很明顯 衝擊到大安寶礁G1的這個藻礁 跟一級保育類財產多被我們三個生存 那我建議喔 現在中央應該全面暫停三階的相關工程 保留現場 因為這個東西很重要 在保留現場 進入相關單位的調查 那我要呼籲喔 主管海洋事務的海委會 特別是海包署 那主管這個 這個船擱淺 或是這個油屋預覽事件的環保署 以及船這個 相關的主管單位交通部 以及這個目前至少是財產多被我們 商務的保育的單位農會 以及自裁地景的這個 相關單位文化部 還有在地的三地政府 能夠開始啟動擱淺船的處理 還有大蘭藻礁受損 以及這個一級都被我們 商務的這個相關保育的組織 好 以上一個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海洋學者陳昭倫博士的說明 那接下來呢 就財產多被孔珊瑚這些 還有藻礁的保育相關的 法律問題 我們請 南野新竹生態協會專職律師 蔡雅瑩在律師 那扣在上面 所有的我剛才報告的東西 都在上面 大家可以下去下載一下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保育類的野生動物 英語保育不得騷牢 因為大家會有自宅殺 那違反的話 依照同法的41條 42條都是有行者 騷亡月代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後如果騷虐至死的話 是兩年以下有期屬於 那如果明知道還故意去宰殺 它是六個月到五年的一個行者 那其實是蠻重的 那其實大潭藻礁這裡的海域 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避布柴山多被孔珊瑚的棋棋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如果它根本就不應該開發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它趕快簽紙 不應該繼續開發 可是當初開發單位宣稱它可以 它有能力避開保育類珊瑚的棲息熱點 但是現在不顧環境的那邊 環境那麼敏感 然後當時海況又不佳 然後也網顧了命安全 在這種天氣很糟糕的狀況上 強行的去施工 之後造成工作船斷纜 然後船舶捏壓 壓藻礁以後卡在那個附近 那我們認為說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主管機關桃園市政府 應該要趕快去協助桃園地檢署 舊游三階的工程 是否已經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相關行責 進行調查 然後而且未來脫舊的過程中 它將來要怎麼脫舊也要注意避免再處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船現在停的地方 附近很多財產都被孔珊瑚的棲息在那裡 那你現在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剛剛調查有沒有違法 然後未來的脫舊計畫也應該要避免繼續違法 那第二個部分 舟游三階的工程船 工作船竟然已經摺壓藻礁 我們的環評主管機關 當初讓他去可以開發環保署 我們認為環保署有義務 去針對他有沒有違反環評法的部分去做調查 而且應該要去依照環評法第18條 去命開發單位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而且還有提出因應對策 那這個為什麼要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跟因應對策 我們認為這部分是有必要去釐清 到底中游這次的事故 對於藻礁生態系的具體的破壞情形如何 有葛茂財產都被孔珊瑚燒傷害 然後整個生態系的影響是怎樣 我們認為是有必要把它調查清楚的 而且這個船在這裡 將來它要脫掉的過程 這麼笨重的船 也要把它拖走的過程中 也可能對藻礁生態系造成二度傷害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進行調查 然後再針對調查的結果提出因應對策 然後我們覺得不能去破壞相關的現場 那第三個部分 民間過去多次提報 道產藻礁為自然地景 我們地方也去申請 中央也去申請 然後可是到現在都沒有任何的動靜 那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在上台之前 曾經在2014年8月14號 在藻礁相關的記者會裡面自己主張 對於未來整個桃園縣沿海的地區 他講的是整個喔 我們說希望自然地景能夠暫時指定為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留區是自然地景的一種 那現在他已經連任市長了 他還做事藻礁被破壞 到現在還不願意開啟自然地景的審議程序 我們覺得非常的失望 我們希望桃園市的鄭市長能夠盡早的對快 就限自己的承諾 就算還不指定至少開啟審議程序 不要說連審議都不要 就一直看他被破壞 然後再來就是用文資法地方主管機關 這樣長期待遇作為 那中央主管人就我們所知 農委會跟海委會現在正在業務移交 總業業務移交還沒有完全的完成 所以好像很難作為 那我們希望行政院 因為文資法第110條 事實上也有針對中央主管機關 有講到說如果地方主管機關不作為的話 行政院是可以限期要求作為 然後如果還不作為他可以代行處理 或是如果有緊急情況 他是可以進行代行處理 我們希望鄭文燦市長跟行政院 能夠趕快有所作為 不要讓政治人物一時的怠惰 來摧毀這數千年才留下的海洋文化資產 那最後我們要從能源安全的角度 來呼籲要三接要盡速的牽職 異地建站 大潭這個海域海巷橋建不佳 過去桃園這部經常有一些擱淺的事件 簡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當初三接這個計畫 他當初有規劃 如果颱風天的時候 要把船開到台北港去避難 那我們覺得很瘋狂 你明明為什麼台北港那麼大 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去蓋 當初你剛就平估台北港 有三個地方可以建站 然後你規劃颱風天要躲到台北港去避難 可是卻偏偏要把港建在這 我們認為是很瘋狂的 而且才剛開始施工 這個地方海巷條件那麼差 剛開始施工工作船就斷了 還擱陷在這裡 這樣一個地方 我們認為事實上是很強烈的懷疑 它是否適合間接收站 我們希望行政院也能夠早日的平估三接牽職 來創造能源跟生態保育的多營 謝謝 謝謝蠻野生態協會的雅音律師 我這裡稍作補充之後 就會請我們陳教法委員來為大家說明 並且請相關單位回覆今天我們的訴求 這張圖是觀音的白沙甲燈塔 為什麼會建這個燈塔呢 因為在建這個燈塔之前 就有很多的船隻在附近的海域擱淺 造成人禍 所以這個燈塔跟許多的燈塔 是引導船隻入港不一樣的 它是警告船隻不要靠近附近的海域 這麼明顯的一個地方 整個的藻礁海岸都是 那我在舉我們觀音鄉製裡面 觀音鄉製上面就有寫 白沙甲燈塔 當年就是因為淺灘遼闊 其實夜行常有擱淺覆舟之禍 所以來蓋這個燈塔 這個地方的海巷是超級的差 至於擱淺的例子呢 我們看1990年 這個是戴保村教授所研究的資料 1990年就有很嚴重的擱淺事件 我也很奇怪 我們觀塘工業區開發之後呢 就有一個叫做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 我真不了解這個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 所為何事 我在網站上看到他們去年 做了一個生態調查和監測 一大堆的資料有了 就是沒有柴山多貝孔珊瑚的調查跟監測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不是很可笑嗎 一級保育的動物 竟然不在他們調查監測的範圍 這一次的事件發生之後 到今天已經是第十天了 沒有看到這個委員會有任何的作為 這個委員會和這個開發案 大家不質疑嗎 這張圖告訴大家 我在2018年4月15號 就在總統府的官邸 總統當天跟我說 潘老師 如果我們這個開發案會對藻礁造成傷害 這也不是我們的選項 現在大家都知道工業港下方 即將被破壞超過300公頃的藻礁 這會是總統的選項嗎 絕對不是 可是為什麼這個開發案一路的搞到現在 然後總統也說 你說了金正會我會考慮辦理 結果呢我們就發現到 這個是環保署自己的正式文件 把當天總統答應我們的事情寫在上面 就是說 這不是我們的選項 會破壞藻礁不是我們的選項 也會考慮開金正會 我們的金正會去哪裡了呢 我們的金正會呢 就被我們的環保署被我們的經濟部自己做掉了 也沒有問過我們 就這樣把金正會呢 給沒收了 然後這個開發案就這樣繼續玩下來 大家服氣嗎 當然不服氣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我們要求全面停工 馬上召開金正會 那接下來請我們長期關心我們藻礁的立委 陳教華立委 來 為這件事情發表大家 我想今天就是這個工作船擱淺 而且由這個小小的這個 並不是很嚴峻的氣候下 那就造成這麼大的一個事故 所以更凸顯就是這個地方 是不適合做中油三階的工程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請了夫婦們 來針對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現象 然後請中油再去評估 召開聽證會 然後聽取大家的意見 然後做異地的這個規劃 我想這是今天大家 我想大家都很痛心 就是看到一個在這樣的天氣 就造成這麼大的傷害了 那未來呢 我們可能會有更多 包括人的這些事故 傷亡可能也會再發生 所以老天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裡真的是不適合做中油三階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請中油 來處長 您自我介紹 委員還有公民團體 以及各位記者大家早安 那我是台灣中油公司 液化天氣工程處長 王榮鈺 那首先我在說明這件事情之前 我先跟各位抱歉 好那在3月23號工作船 為了要興建那個戰橋碼頭 那有進了兩艘工作船 一艘就是剛剛陳博士所秀的在後面 那叫品稱式的一個工作船 就坐落在現場 另外一艘上面就是在前套管機庄的鋼管 那還有吊車 我們稱之為起重工作船 那這個部分 其實它不是擱淺 我必須要首先聲明 它不是擱淺 在27號已經在現場定位之後 那因為天候變差都被季風來臨 那台向比較差一點 那整個體重船它有四條纜繩 那有下毛 那下毛因為固著力 毛定力不足 因為廠商毛定的不確實 那毛定力不足造成流毛 流毛之後 因為東北季風這邊搖晃 造成三條纜繩斷了 只剩下唯一的一條纜繩 那我們也試圖 廠商也試圖在31號 到海象稍微許可的情況之下 希望利用掌退潮的一個時間 希望能夠把這艘起重船把它調離現場 把它拖離現場 那可是因為還是海象太惡劣 沒辦法去做這些的一個救援的動作 然後也考慮人 人員跟船機的一個安全 造成相關般的一個破壞 所以利用掌槽的時候 我們就僅是利用唯一的一條纜繩 利用掌槽的時候把它拖進來 拖進來沙灘的位置 它身上內是掌槽 並不會摩擦所謂的交體 是利用掌槽時間 把它拖進來靠沙灘的位置 再來把船艘進水 讓它重量做底 做這個動作 並沒有去摩擦硬拖進來 這麼大的船隻 它是沒辦法硬拖的 它是用掌槽時間 坐底在沙灘上面 等一下我這邊有圖 給各位來做參考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我可以呈現給各位一張圖 就是我們 就這個位置 右上角 這個位置就是在23號 停活在工作 就是我們站橋 要工作的一個地點 那因為27號還這樣突然改變 那整個工作船就流氓 之後飄移到我們的 遺食工作船碼頭 以前東頂蓋的工作船碼頭 這個位置28號 那所以剛剛報告 30號的時候 又緊急考慮到 人員跟全體安全 把它拖放到進沙灘的位置 那這個沙灘的位置 事實上當然是沒有 沒有交集 那我秀另外一張圖給各位參考 處長你現在是要告訴我們 沒有傷害嗎 還是 現在就是擱淺已經40 那擱淺40的話 中委公司針對這個事故 你們有什麼作為 現在要怎麼處理呢 是不是可以先說明 所以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在沙灘上面做地 並沒有去破壞藻礁 那我們也經過詳細的調查 經過他的位置 也套位當初 陳昭仁 陳博士 在做的調查 以及之後的公司 在環評階段 對財山多貝孔 一個調查 他的點位去套位 那套位的結果 事實上是 還是遠離相關的一個 財山多貝孔珊瑚的 發現的位置的點位 這就 我必須要說明 那 至於剛剛 剛剛有 有彭老師所提的 包括 等一下 你是說那個 那個 不叫擱淺 那個叫什麼 我們叫做底 做底 那那個是你們可以施工的地方嗎 那個位置是可以施工的地方嗎 周圍有可以施工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緊急避難的情況 緊急避難可以在那裡嗎 那個需要申請嗎 欸 就是那個是 就是 有一級保育的動物 那 現在這個 廠商 他們所謂緊急就 就把這個工作 船座位在那裡 那這個是需要 有經過海保會來做申請 來核准嗎 是不是我們請海保會組長 林美豬組長說明一下 這個 我可以問他一下 你看 那個組長你剛才說 你們有去對的那些 位置 那 我不太清楚到底是怎麼對的 因為 因為那幾天剛好都是小潮水 所以 所以 如果要去 你們是從通道圖上面去對呢 還是因為有辦法去對呢 那比較詳細的資訊 因為 因為 過去的調查 基本上都是稱大隊長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周圍有什麼 當然不會是現在你做的那個位置 因為那個地方是已經在最高潮線沙灘的上面 他絕對不會是有什麼 過去也沒有機會 可是我要講的是 在他整個進來到潛灘這個位置的 或者路線當中 他的確是有經過 經過 經過那些財政沙灘的位置 那 你們有 航基圖嗎 還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需要更清楚的資料來判斷 到底你怎麼去做 做這樣的調查 因為 對我來講 我必須 等到大退潮的時候 下去把所有的位置 重新沾用GPS再標準 過去 貴公司 在做調查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資訊才知道 到底有沒有 針對那個地方的交體 對那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 商務造成的傷害 我覺得 現在就是要定位 路線的定位 然後 詳細 那我們 讓他看一下 對 能不能開一個比較 這個 完整的公平位 讓他怎麼調查報告能夠展現 對 他現在如果沒辦法回答 我們讓他兩分鐘 可以啊 那海保會先 你再把剛剛 謝謝 謝謝陳委員 還有 陳老師 陳老師 還有各位FGO的朋友 海保署 對 海保署 你好 還有各位媒體先生 先進 大家好 我是海保署海洋生物保育組 組長林美珠 那剛剛 委員所說的這個 提起病案 需不需要向本署申請這個部分 因為 第一 我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第二 因為他這個位子 並不是屬於我們屬裡面全管的 所以 所以 誰管 這個海岸的部分 是屬於中游 他們滿去的土地 對 台灣的事 那你認為呢 你以海洋保育的關聯 跟委員報告就是 目前我們海保署的立場 就是大概有三秒 大家公明一下 第一就是說 原先在環瓶承諾裡面 中游公司對藻礁棄地的維護有做承諾 那所以 針對這個事件 有可能 有可能 對藻礁棄地影響的部分 因為它屬於環瓶承諾的部分 我會建議說 環保署 它要來 我們處理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建議說 請中游公司 還是依照我們的環瓶承諾 還有環瓶的監測計畫 那加強對於施工單位的監督 然後另外 為了避免我們 造成我們大眾的疑慮 那我們希望中游公司 可以檢討施工中的緊急應變程序作為 檢討還有定義 那另外第三點的部分 因為這件事情涉及到 泰涵藻礁生態保育相關的事項 那我們希望中游公司 可以把這一次事件的處理過程 因為我們有兩個委員會 一個是屬於民間團體跟NGO參加的 所謂的生態保育執行委員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環瓶單位 參加就是環瓶專案監督會議 我們希望他把這一次的處理過程 要到這兩個會議裡面做報告 那中游 我再補充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在23號 可能在工作地點 海上差 漂移到我們以前的工作船馬 我們附近 也就是說這張圖面上來講 就是這一點的事 所以說從那個站橋的位置 一直到工作船 那個工作碼頭的位置 那因為這樣那個退潮 所以有駐底 那駐底我們事實上只是做上去 那最後從現在在沙灘上面的話 是利用漲潮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硬拖進去 漲潮的船的行走方向 到沙灘的位置 讓他壓水去做 不過這個要等那個貼草調查 就知道 處長講的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是 那因為 被前面幾天 從30號一直到4月6號 海上都不允許 那因為今天早上 海上許可情況之下 那這艘工作船 我們是採用 工作船在外海的方式 用染繩 在利用漲潮的時間 這艘工作船已經脫離現場 那他是在水面上 就是脫離現場 這個我們就是在調查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 意地建站的部分 事實上這個公司在第三接收站 可行進研究階段 已經針對臺北港 針對臨口港 來進行第三接收站 整體建站的一個地址的一個評估 那評估結果 事實上 都是因為騎乘的關係 那最後 只有在關塘郭北區港 建第三接收站 才能符合整個一個 公器的一個騎乘需求 那事實上 在台北港 剛剛 剛剛也有 在提到 在台北港 避難場所到台北港 為什麼要在關塘去建站 事實上 在台北港可以避難 是因為他已經有完整的 防火體 可以有遮蔽效果 所以到台北港一個正式港去避難 那未來 關塘港工業港建置好之後 也有一個工業 就是防火體 南北防火體 建置好 達到某個程度的一個遮蔽效果 那LNG船 就在這種遮蔽效果的安全條件之下 進港 那水深也足夠 可以安全的一個操作 好 好 那針對中柔 我想跟中柔確定一提的事情 就是 你們船在進展的過程當中 確定沒有刮底 在後面有沒有在工作團 你們確定有沒有刮底 是不是確定 有沒有確定有沒有刮底 我只要 沒有刮 沒有刮 我都問你好 你們那船的吃水水生多少 吃水水生多少 當天的潮水多高 全身4.43吃水量 當天的潮水多高 你們竟然潮水多高 我需要這些資訊 不然 不然我們在現場看到那個狀況 那個是在 我在查 因為我還沒下去測量 所以那個應該是-16 大概接近我們有三五分布的位置 因為我第一個 我沒有辦法拉你們軌跡 可是從現場 現場的狀況看得到 那樣的狀況 從我過去的調查 沉船的經驗 那應該是被刮處 才有這麼大面積的刮處 所以 我希望 我希望你們現在船先不要動 先船先不要動 近代調查 我覺得這人要被調查才知道 那人會被破 不管是 不管有沒有都被共產 有這樣的地方 不管 那個地方怎麼樣 要確認那個東西 不是因為公路船的關係 所掛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確認 才有辦法 不然 以現在這幾天的潮水 你們吃水深 兩米的水深 現在的大潮 基本上 這幾天的大潮 那邊應該是沒有潮水被進行 你們有嗎 這幾天有潮水嗎 今天是上 今天大潮 今天大潮 OK 你們確定你今天要拖嗎 已經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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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沒有關係 我請教鍾友 陳道倫博士現在呢 秀出來的這個圖上面的刮痕 你們確認不是這個公路船造成的 是嗎 右邊兩張 我希望你們確認 跟我說沒有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兩張 對對對 你們確認這樣的刮痕 這是全新的刮痕 除非你們之前在附近 因為這個海域是你們管理的 舊的刮痕 除非你們之前曾經 就是這一段期間 舊的刮痕 舊的刮痕就像 我下面拍的那一 右下角的那一張 在背景只有兩條很長的 那是舊的刮痕 會造成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很大的機械力所造成的 而且理論上 現在早上應該長上去了 應該長得像我在左邊那個樣子 所以如果我現在能不能確定 這不是你們管理 確認一下 這不是你們工作展造成的 我想這麼大的一個大型工作床 用人力是沒辦法 按上坡 一定是靠潮汐 有水才能在做 如果只是坐底的話 他是沒辦法的 那這一塊到底 是不是陳博士所懷疑的 那這一塊我們明後天 因為會利用最早的時間 我們去了解剛才 那我想這麼大型的一個工作床 沒辦法坐底 可以讓我進去幹嘛 可以讓我進去幹嘛 可以先停工嗎 可以讓我進去幹嘛 可以先停工嗎 可以讓我進去幹嘛 可以讓我進去幹嘛 然後必須確認是不是 這剛好大潮啦 這剛好大潮 這剛好大潮 因為後天也是 連續幾天做到大潮 對 這幾天大潮 可以嗎 包括海保署 包括農委會 因為疫情財產都給我們珊瑚 我認為保育單位 還是屬於你們的業務 就算說海上的事物這一些 相關的由海保署已經接了 但是保育類動物應該還是我們農委會這邊 還是請中原說明一下 陳委員 我們潘老師還有陳老師 與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我是農委會聽務局 保育組的專員王中原 那剛剛提到這個財山多飛口 這個是萬機關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珊瑚是我們 野保法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那我們目前的野保法是有兩個主管機關 那一個是我們海委會 那一個是農委會 海委會的部分 他掌管的就是我們海洋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那我們的這個財山多飛口三五 他因為是屬於海洋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所以他現在的主管機關是在我們的海委會這邊 原播嗎 對對對 這個部分應該是相當的確認 因為在我們這個海委會成立的時候 他107年4月28成立了 那時候大概這個就已經是他們的業務了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那這樣我們可不可以請 海委會會報紙這邊跟中油公司 我們後天下午約幾點 我們到現場去 我想請教一下 像投影片投出的這兩張照片 右邊的這兩張 它的平面位置是在哪裡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方便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等一下會後就可以到現場去看一下 我們自己先去報告一下 所以可見在這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終於完全沒有去看那裡的相關的變化 那海保署的部分我們還會期待就是說 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應該是要畫保護區 那過去一直都說要等中原院的那個研究報告出來 那研究報告也出來 也建議這個地方畫回保護區 來 再給你看 給你看 給你看 這樣你知道位置的吧 就是那片有一點比較白的位置 可是那個是昨天現在有E5G還沒有都出來的 這邊有一塊我發現這一塊 然後 然後再更進來這邊 這邊有一塊 那是滿新的一塊的位置 就像船旁邊那塊的位置 OK 這些都是 就是你們的船其實在第一天拖回來在沙灘上之後 那個時候是小巢 可是過兩天呢 開始進入中巢大巢 你們的船是有一位的 你們的船不是固定在那裡的 我有證明 對嗎 表示在這一個過程裡面 這個船隨時都還可能繼續傷害我們的島礁 不然不會跑出那麼明顯的瓜粉 而且 除非你們能證明說有另外一艘船 或者另外一個龐大的東西在那個海上活動 結果你們都做事不管 而且就算你們那一天船進來 就算你們講的 它不叫擱淺 那叫做 叫做 做底費 那天的浪高多少 浪高 那一天 二七的浪高多少 兩米多將近三米 那政府兩米到三米對不對 政府嘛對不對 所以你船在進來越來越淺 越來越淺 你們能夠確定不會去掛到下面嗎 基本上它是靠福利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最後一遺動以後 所以它本身是有沒有動力 沒有沒有 沒有動力嘛 所以所以浪去平衡 它有可能是撞到 我們也沒有動用任何機械設備 對我知道 所以 所以浪高兩米到三米 然後你們那個船有兩米的吃水深 所以進來的時候 在過程當中 都不會過到你做 基本上這個區塊 我們再回去調查看看 因為 對 我說以你們對 你們大概都對共同船都非常分架 那我以我自己對船的概念 那個政府這麼大 下來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 雖然有兩米的那個 反衝下來上去 確定不會過到地面 基本上我們這條船 是平底 我知道 但是看起來 你平底船 你還是會 那個就是平底船刮出來 我知道 所以 所以我是希望能夠 能夠大家去看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 或許是我做的規定 好不好 我想再釐清一下 因為剛剛處長一開始有說 是用嵐繩把它拖進來 到底有沒有使用嵐繩 那個我大概說明一下 那個基本上 那四條嵐斷到三條以後 剩下一條 那這一條呢 就是從3月28號做那個 坐底的位置 就會再靠外面一點 那我們考慮呢 就是整個環境不要破壞 尤其是 那個第一次坐底的位置 離那個財產都被恐 我們的資料顯示 稍微近了一點 所以呢 第一次有坐底 對 所以現在位置不是 不是最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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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次坐底 就是在比較靠那個 古貨體的體頭的地方 那那個 我們就利用那個 剩下的那條嵐 利用草水 就是當漲草的時候 船可以浮動 就要利用所謂的 單嵐的收放 讓它飄離 就是它的那個 所以它的軌跡 基本上是 循著那個走的 循著那個 黃莫迪的那個走的 剛甩進來的 對對對 所以 基本上 沒有坐底去刮 刮那個 藻礁的問題 但是 就是它自然在移動的過程 我也不敢保證 但是呢 就是我們可以現場去看看 但是整個作業過程 完全以環保 就是保護保證 為基本前提 我還是想要提醒 因為這有涉及到 相關的行事責任 所以我希望中油 就是說看起來 你們應該是有一些 紀錄整個軌跡 當初的一些軌跡 那些紀錄我希望 都能夠把它保存好 不要說 因為現在這個船 已經被拖走 現場已經被你們有改變了 那至少你們過去 怎麼多的相關的 所有的紀錄資料 希望都把它保存好 不要說過於 真的就是它已經丟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 這些可能都是比較細過的事情 我們建議就是禮拜四下午嗎 那個甘草前一個小時我們到達 然後開始陸續的觀察 一直到甘草最底部 大概傷害了多少 能不能及這一些 好 那時間上 我想就是由我這邊發文 就是 就是發文 就是說現刊前先停工 先停工 然後我們就是請中油 還有台保 台委會 還有農委會也一併 就是 星期四 星期四下午 下午 下午四點到這個現場 來做探勘 然後調查是不是 這個工作船 在這個天候不良 其實這個天候好像也沒有那麼嚴峻 在這樣的天候就已經造成 這個可能的這些破壞 那我們就是先做先看 然後我們預定在四月下旬 當然我們是希望政府趕快召開 聽證會 那請中油就是 去 回去看是不是可以來開聽證會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我這邊會再邀請一些委員來開公平會 那希望在公平會的時候 中油跟海委會這邊 可以有比較完整的調查資料 在公平會大家來討論 好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農委員報告 那農委會因為在這個案子 已經沒有法規上的主管權責 那是不是說容許我們再示範 請問一下那個自然地景 跟農委會有關係嗎 他現在業務已經都是 就是整個海洋保育的 這一面的業務是整個都已經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剛剛那個海委會 組長這邊一開頭 就認為這個地方跟 海委會是比較沒有關係 那剛剛除了這個一級保育類 有關係 所以這個認定上好像還是有一點落差 他剛剛的意思應該是說那個土地 那個土地是剛剛中油講的 但是現在就是不管是國有地 或者是私有地有關這些海洋保育的 那農委會是認為這邊是屬於海委會 那海委會了解 那你剛剛也講得非常好提醒 就是說整個環保育也要進來做那個 環體承諾的這些調查 或者是去監督 那我們也通知那個環保育 就是禮拜四就是中油公司還有委會 還有環保育還有桃園縣證物 桃園市證物 那我們今天就會發文 今天就會發文 那工廳會我們就 不知道中文公司那這樣調查 我們工廳會可以兩個禮拜 因為聽證會兩個禮拜又可以進行嗎 四月二十二好像不錯的日子 地球日 兩個禮拜可以嗎 大約的 金證會的部分 他就是比較 政府的一個主權 那你今天回去下班前來回覆我們 好不好 那就是希望那個 這一次事故的調查 還有可能後續有關的緊急事故的 這些因應對策 可能我們都還要回環保育去好好討論一下 因為當初環評非常草率就通過 好像這些都沒有去討論到 好 那不知道各位媒體先生女士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中有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那邊海象 如果冬天的時候海象都不加 然後是不能施工 那現在施工好像造成了某些問題 海象還沒那麼好就搶施工的狀況 謝謝 你是說他們還想不想施工嗎 不是不是我說那邊海象還沒有那麼好 他們就施工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搶施工的狀況 搶施工啊 請問你們是不是在搶施工 謝謝記者朋友的一個提問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台灣海峽 一般海象的話都在每年的4月到9月 是一個可施工計啊 那當然實際狀況要看實際的海象條件 那我們這個螺絲計畫 廠商也都有聘請 那個長期觀測的氣象公司 在做海象的一個監測 那認為海象醫學的疾風之下 它是可以施工的 沒有達到那個限制的話 我們是可以施工的 並不一定說 東北季風來臨期間 都能不能施工 這以上報告 現場我們台灣環保聯盟的 劉偉希望今天沒有要發言 陳委員 媒體先生 我想就順著剛剛的討論 我們提出應該啟動環瓶瓦的 這個環境影響調查 還有營運費車 像以前 2001年在屏東阿瑪斯號 那時候也不算什麼 很嚴格的一個保育區 那林基地署長又下台 所以我想環保署 然後委會還有委會 都應該站在環保 生態保育的立場 面對這件事情 第二個呢我們也建議 應該繼續考量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以前也在台北港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考量 那也有來強化或是改善 海底服從管線 那我想這個都是神理性 這個方案應該趕快 也當作很慎重的一個考量 甚至一種應變 事實上以前的可行性評估 並不是那麼認真 那麼認真 那環瓶 更是差不多是20年前的環瓶 這個都是面對現在這一個 保育區 財山都會補三民 有所不足甚至虛應的一個情況 我們希望慎重以對 而且考量其他的替代方案的客人 謝謝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剛剛中文有說 4到9月應該算是適合 退時空的時間 但是在這個退時空的期間 就發生去斷了三島來 甚至有時間 你們要怎麼確保說 之後 後續的時空 或者是後續三階 在影響的時候 海上狀況是否覺得 可以保證平穩或安全的影響這樣 謝謝媒體問有這個問題 那在施工期間 公安是中文公司 一直強調要重視的 那我們縣長也確實 在保護口子 公安第一的一個原則 要進行施工 那3月20幾號其實進來 用海象 這個評估是允許的 可是因為要前置作業 要安裝一些設備 所以到一直到27號 海象轉變 那當然我們有相關的SOP 找到浪刀三米 必須要緊急撤離到安全的一個避難長速 那一天來不及撤離 那揪救他的原因 其實我剛剛有報告過 包括就是一個懶繩 下毛的動作 並不是很確實 造成流毛 那未來在施工過程當中 船隻下毛 他是一個非常必要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會去確實 要求廠商落實 包括懶繩 他的一個品質 必須要再做檢查 那未來在營運期間的話 事實上工業港南北彭博體已經建置完整 他達到一個國際的一個標準 工業港的一個規模 他已經達到一個遮蔽效果 所以LG船 他是從航道在安全遮蔽的情況之下進來回船池 再靠LG碼頭來撞線 所以這個海象的話 再怎麼惡劣 事實上他有一些 包括風速達到12米每秒的話 LG船他就不會進港 這些是LG船進港的一些限制 我們也會 營運期間也會 營造這個原則來處理 大概以上說明 我想這個問題是蠻大的 就是謝謝媒體先生女士提醒 就是現在整個包括施工品質 包括我們施工人員的訓練 包括緊急應變 包括這些可能傷害到這些 一級保育類的這些動物的情形 我想真的是需要請環保署 趕快召開一環平法18條 召開環境影響調查 然後再要求提出緊急應變計畫等等 那我們就是請中友先停工 然後後續召開聽證會或公立會來檢討這些情形 謝謝陳定位 那我最後來做幾個結論 我有先建議中友 馬上建立一個事故通暴的機制 你們這件事情到第十天了 才由民間團體來發布 來控訴 我覺得表示你們的 整個的公安的 這一些素質是不夠的 這種控管是很差的 那也沒有誠意要對外公布 所以我們非常懷疑你們這一部分的 包括施工方面的公安相關的能力 所以我建議你們馬上 建立一個事故通暴的機制 好嗎 這一點應該可以做到 那接下來今天記者會後 我們4月9號現刊時間下午4點 在關塘工業區的工區 我們在那裡集合 那當天的潮水 乾潮是5點26分 所以我們4點在工區集合之後 進去大概從4點 大概4點半到5點半之間 正好可以看到完整的 那個藻礁被破壞的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也希望 中友馬上反映 交開聽證會 這個聽證不只是這一次事件的聽證 還包括這個地方適不適合接收站 包括總統說要開聽證會 總統說如果造成藻礁的傷害 這也不會是他的選項的 這一些相關的還有環評黑手的過程 都會是我們這一次聽證會 需要關注的 那我們還是建議中友馬上全面停工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的訴求 馬上啟動調查 那最後呢我請我們大家 把這4個牌子拿起來 我們也簡單的很多口號 那每個朋友呢可以有一個畫面 全面停工 全面停工 啟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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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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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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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調查 啟動調查